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今天下午秀之艺术进驻鱼人码头 不但会展出许多有关艺术文化的插画作品或是油画 更能够让游客或是居民来体验当画家 今天开馆剪彩的现场 许多贵宾也都到场出席 今天下午淡雪区渔会在鱼人码头 雨淡水的秀之艺术文化社合作 进驻在渔藏文化馆 并且第一次与亚洲插画协会 和办插画大娱乐亚洲插画年度大赏金选展 秀之艺术表示 未来在这一间文化馆当中 不只是会展出许多有关艺术文化的插画作品 或者是油画 更能够让游客或者是居民来体验当画家 自己动笔来画画 那现在在这个鱼人码头有了二馆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淡水的这个地方 推广我们自助画画的艺文风气 对让大家能够走进来立刻画 尤其像这边这个码头这边就是渔港跟河流的交汇处 那渔会这次也其实也是淡水区渔会邀请我们 对所以我们很高兴说在这里能够找到这么棒的场地 淡水游玩来淡水玩的游客都是看夕阳看美景 吃海鲜拍照 然后体验渔业的在地文化 现在又可以增加体验这个画画 带小朋友来这边画画 做DI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选择 渔会表示能够邀请到秀之艺术来到渔人码头 期盼能够带给游客来到这边不只是可以吃海鲜拍照美景 更能够亲自将美丽的景色给画下来 而秀之艺术社表示 未来民众可以来体验自助画室 不用带任何画剧 还会有小老师来教大小朋友们来画油画 而在今天开馆剪彩的现场 许多贵宾也都到场出席 在淡水游人码头这边开的一个秀之艺术的这个新开幕 绝对可以带动我们观光的一个人潮 并且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都可以停留的时间一定会更久 那停留时间更久 其实无形当中就可以把人留下来 那我们淡水当然就会发大财 我们这些艺术家来这边教导我们的游客 或者在地的居民来做一些艺术的作品 这边是可以带动我们渔人码头 更加有这个艺术的气息 那当然后续我们公所也会跟我们这些艺术团队来合作 针对我们的医院老人 这边比较包括这些孩子 就来用艺术来做一个类似疗愈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作用 秀之艺术文化社淡水游人码头二馆 今天顺大开幕 现场有淡水渔会亚洲插画协会副理事长 还有秀之艺术文化社负责人 以及国际知名漫画家软光明老师等贵宾蒂林 淡水区长表示渔人码头是国际观光景点 能够有自助画室的体验 也为这边的观光增加新的特色 而未来更有机会可以合作 引进淡水区的长者或者是学生来参与画画 让淡水的文化艺术之美呈现在大家眼前 记得许多爱意大致上我们的